老闆 臭個疼 萬萬沒有想到 我們是在醫院結束了2023年 現在的病毒實在太可怕了 目前 中國各地的疫情持續爆發 各地大小醫院的病患不斷 其中仍然以兒童居多 最近北京兒科爆滿 500的特區都掛不上號 周圍不少孩子發燒和咳嗽的 現在都看災難了現在 基本上都是小孩子 有很多的學生 現在已經都不上學了 就在家裡面 由於醫院的病患多 及時就診很艱難 這讓許多的家長感到崩潰 這波疫情已經持續了幾個月 當局和醫生都聲稱使致遠體肺炎、流感、甲瘤等 但很多兒童出現了白肺和腦炎等症狀 醫院目前通常採取的方案是洗肺 但山東滋博市民齊先生獲悉 孩子洗肺後對身體的傷害非常大 我的群友 她父母都是醫生 她對這方面 比女人很精通 她對我們說的 皮肺傳輸 互能害 孩子家長的 一洗肺 就肺 根本不能洗 一洗的話 只能就肺了 從10月份開始 疫情迅速擴散 許多成年人也紛紛中招 疫情從來沒有斷過 這一次爆發實際上就是新冠 目前 各地的死亡病例也在猛增 當局卻仍然封鎖消息 有不少民眾認為 中共向來黑箱作業 不重視人民的生命 很多人都渴望外界知道真相 新唐人記者唐瑞 雄斌採訪報導 新唐人記者唐瑞 雄斌採訪報導 和真相 磅狼採訪報導 已到很多人都沒有 做法 讓人要出身 Arrow